岛屿,近日,杨子出席活动时的最新造型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,从短发转变成长发的他展现出清新甜美的形象,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赞美,本文将从事件的来龙去脉,网络反响,类似事件和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,杨子作为中国娱乐圈的新生代艺人一直备受关注。 近日,杨子出席某活动时,突然换上了一头长发的造型,与之前的短发形象截然不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,杨子的新造型已经曝光,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,有网友赞美他改变发型后的清新可爱,甚为这个造型更加适合杨子的形象和气质,同时也有一些网友对杨子此次的造型表示不满, 甚为新造型缺乏个性和心意,在娱乐圈中,艺人换发型并不罕见,杨子的新造型也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类似事件的回忆,例如周杰伦、范冰冰等明星在过去的演艺生涯中,也多次改变发型,每次换造型都会引起公众的关注。 因此,从这一点来看,杨子的新造型并没有太过特别,只是在网友们眼中显得有些耳目一新。 杨子作为一位年轻艺人,其任何举动都能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,他的新造型让人们看到了他不断进去,勇于改变的一面同时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。 杨子的改变也启示了年轻人要敢于尝试和勇于改变自己,追求更好的自我。 至今为止,关于杨子新造型的讨论还在继续,没有特别明确的最新进展。 无论如何,此次事件已经成功地在网络上制造了话题,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杨子的新造型也让人们对他的形象产生了新的认知,同时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更多关注和支持。 那么,你觉得杨子的新造型如何呢?你更喜欢他的长发还是短发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一起来讨论。 通过对杨子最新造型事件的分析,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公众对艺人形象的态度。 作为自媒体创,我们应该关注社会热点事件,并以客观深入的态度对待引导读者参与讨论,共同探索事件背后的意义与价值。 同时,也应该提醒自己保持创作的真实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,不盲目追随热点,而是努力为读者带来有价值的原创内容。